那么我们接着讲 选题的第二个方法就是自己创意 我们通过自己的大脑 通过不断的学习和思考 通过别人给我们的一些启发 来进行主题的创意 那么关于这点呢 实际上就是天马行空了 五花八门 我们想到哪 我们创意到哪 都没有问题 比方说我们可以去专注于一些 我上面提到这些关键词 搞笑的 沙雕的 特别脑洞的 非常感人的 特别虐心的 然后反转 比如说这种反转 保安变成总裁的 灰姑娘变成公主的 这些都是非常具有这种共鸣性的 往往都能取得非常高的播放量 逆袭也是如此 再有呢 就是特别新鲜 特别有趣 特别好玩的 大家没有见过的 然后是特别宏伟 特别壮观 特别震撼 再配合以这种 非常具有震撼人心的这种背景音乐 那么也会取得非常好的 这种数据播放量 并且呢 这种宏伟也好 壮观也好 它并不一定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它有可能是具体到 例如说影视剧里面 有没有一些千军万马的这种壮观场面 非常的多 我们都可以拿出来做成视频 然后就是非常美丽 非常漂亮 非常帅气的 美丽的风景 帅哥 美女等等等等 所以呢 关于说自己的创意 我们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局限性 但是大家可以根据我提供的这些关键词呢 来进行一些发掘 另外呢 就是我们日常啊 再次来强调这个事 就是我们日常是需要一定的这种 不断的自主的思考学习的 我们在任何的碎片时间 可能闲暇下来 马上就要就思考 我下一条视频做什么 我之前看了哪些东西 能不能拿过来用一下 人家这个视频创意不错 我是不是可以参考学习 优化一下呢 需要不断的去思考 不断的去学习 不断的去总结 并且发现任何的 这种像导火线一样的东西 我们都要及时的记录下来 所以呢 给大家推荐两款工具 一个呢 就是思维导图 大家都知道 思维导图现在非常的流行 它可以帮我们 很好的去梳理一个 具体的内容 也可以把一些 大纲性的这种东西 非常有逻辑性的梳理出来 另一种呢 就是在线文档 我们不要去 用自己的脑子想 我们有那句老话吗 对啊 你再聪明 其实你几百个脑袋 你也比不过一个烂笔头 对吧 一定要记 那记的话 可能受限于这种 空间也好 视线也好 我们可以使用 在线文档的方式嘛 那关于这两块呢 我稍后呢 专门录一个视频 给大家演示一下 有一些同学 可能尤其是新手同学 能有接触过这个 导图的话呢 简单看一下这个 演示的视频 你就能够学会了 非常的简单 在线文档的话呢 我也会给大家 简单的演示一下 那这两工具呢 除了说我们来做 二简的视频 或者说我们来做 其他的这种 自媒体的账号 内容的类型 甚至是说 我们去做抖音也好 或者我们日常 自己的在本质工作上面 都可以来使用 或者说我们想去学习一个 什么样新的体系的知识 都可以通过它 来进行学习 非常的好 我本人是强烈推荐的 OK 稍后呢 会有一个单独的视频 给大家来演示 这两个工具 然后我们接着说 那选题的第三个方式 其实就是 从你现有的素材里面 进行发掘 素材呀 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些 所谓这种加号 大家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原本原本啊 我们可能已经用了 这个素材 进行了创意 但是当我积累到 一定程度以后 你会发现在我们的电脑里面 有多种多样 各种类型 成百上千的 这样的视频片段 那我们这个时候 其实就可以 特别的去挑选 一些时间出来 然后呢 在现有些视频里面 我们去集中的思考一下 或许呢 你就会有源源不断的 这种创意产生 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例子 我们的思路 实际上就是 数学里面的排列组合 那假设呢 我们在 某一个片子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 某一种类型的影片 某一种类型的 比如说都是战争的 A1 A2 A3 然后另一类 第三类 第四类 那么不同的这个影片 A1可以理解为 是一部片子 你也可以把A1理解为 一个影片的片段 这个是另一个片段 另一个片段 那么他们原本 可能是A1 A2 A3 形成了一个视频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A1 B2 C2 D4 来进行一个组合 这样我们就会形成 源源不断的 各种各样的 这种视频内容 这是一个 比较巧妙的方式 当然了 并不是像数学这样 非常的随意 就可以进行组合 我们是有一定 例如说 片子的类型 例如说某些场景 可能说我们在 战争片这块有很多 然后我们在科幻片 这块有很多 然后我们在爱情故事 有很多 虽然这三个领域 感觉是 有点不搭 但是当我们把人类的情感 提炼出来某一类 比如说就是感人 那好 战争片里有大量的感人 对不对 爱情片更是如此 战争片里也有爱情 科幻片里面也有爱情 这样你一个爱情主题的 这个方向就出来了 然后呢 你就可以到这里面去找 大家能清楚我的意思吗 就可以把不同种类的影片 提炼出来不同类型的这种 视频片段组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主题 这样的话就会 源源不断的去产生一些新的创业出来 这个思路呢 其实也是挺重要的 最后呢 我们要说 其实好的选题 是成功的开始 对吧 我们选题选的好 用户对他才能感兴趣 你做了 辛辛苦苦 花了很长的时间和精力 剪了一个片出来 但是呢播放量特别的少 这个很有可能 就是我们选题有问题 用户对你这个东西呢 不感冒 不感兴趣 也不想点你这个东西 那其实我们所有的工作都白费了 所以呢 在我们操作的第一个步骤 其实就是选题 也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章节 首先来讲的 就是选题的这个概念 希望大家对选题重视起来 同时呢 有一个更好 更深的理解 未来的话呢 能够做出来比较优秀的选题